大家好,我是Dan 一位韩国铁路公司的职员 因为多次偷看旁探成员RM的个人讯息而引起了争议 根据媒体报道 在韩国铁路公司工作的A某 从2019年开始,三年来 18次非法偷看了RM的车票信息、地址、电话等个人信息 因为A某是在开发车票预约系统的部门上班 所以是有办法阅览乘客们的信息 而A某的恶心之所以被发现的理由是因为 其他职员听A某说了 我确认了RM的预约信息后 去看了他本人 为了能让朋友买到RM的座位附近 所以就告诉朋友了RM的乘车信息 听到这句话的其他职员向公司内部审查部举报了 对此铁路公司的香港人员表示 该职员虽然擅自偷看了个人信息 但是没有向外泄露 而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正在开发浏览个人信息时会弹出窗口 或者是要填写浏览原因的功能 而A某总表示 我是RM粉丝 是因为后期才看了他的个人信息 已经知道做错并在反省了 目前这位职员已经被停止职务了 而得知这消息的RM 在IG现实动态上传了该新闻的截图后 留下苦笑的符号了 BT则是对媒体表示 为了保护艺人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说什么因为是粉丝所以好奇 太可笑了 真正的粉丝会怕成员们不方便 妨碍到私下休息的时间 所以看到了也会假装没看到 这才是粉丝 你只是个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犯罪者而已 这个人是因为自己击破 所以才被举报的 但是会有多少人只是默默的偷看呢 虽然说一人收到关系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真的会让人窒息 太可怕了 偷看了好几年才停止职务 终于明白推特上分享的 爱豆们今天在哪里坐飞机 这种信息是怎么拿到的了 才在两个月之前 就有和尚擅自公开了与RM的对话内容 气得害了隐私 现在又发生了这种事情 对于RM的个人信息 被铁路职员偷看了三年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私生犯的跟踪而愤怒的Kara Guri 3月1号Guri打开直播后 对粉丝们说了 那些男孩子们一直跟着来 从饭店楼下开始就一直跟着来 昨天他们也有一直跟踪影迹 这种人不是粉丝 他们在饭店底下还打电话给其他人呢 真的太生气了 我真的无法忍耐这样的行为 当然我知道 粉丝们当中不这样的粉丝们更多 对不起大家 我今天有点生气了 而在影片中 Guri也对私生犯们大喊 不要再跟踪了 看直播一开始的部分 他们做扶梯上去后 也用手机拍摄了 真的是太恐怖了 然后在直播结尾 姐姐向我们道歉说 不好意思 刚才有点生气了 当然会生气的 我都这么生气的话 当事人的姐姐 不 姐姐们会有多生气呢 私生们不要再那样了 拜托 私生真的不是粉丝 请保护艺人们的私生活 真心希望 不管是哪一家的粉丝们 都能尊重一下 艺人的隐私跟生活 最后想问一下 私生跟黑粉 大家更想揍谁呢 好吧 归人的隐私 客人很想揍饿 McConnell Electro 我想 其实 炸 空